观众朋友大家好 咱们又见面了 我们的国家公园系列节目 已经为大家盘点了美东和美西 最不可错过的国家公园 今天就开门见山 来说一下广袤的美国中部 有那些值得探寻的著名国家公园吧 美国中部可以说是一片大平原 不管是地形还是地势 都非常适合人的居住 且进行各类农作物的生产 所以说美国中部的国家公园 可能会少一些崇山峻岭 海岸湖泊 但是经过了大自然的巧夺天宫 也会有着不一样的风采 第一座国家公园 便是由时间的雕琢 与历史的沉淀打造而成的 拱门想必大家不陌生 形似彩虹 弯如半月 但是由一块块巨大无比的岩石 做成的拱门 是不是就不多见了 但是在一个地方却处处都是 那就是拱门国家公园 正如上文所讲 造就拱门奇迹的 是水 是风 是时光 所以站在这里 仿佛能够看到时空的压缩 从三亿年前的望洋大海 到海水的消退 从岩床到岩石的行程 再到地壳的运动坍塌 从雨水的冲刷到风化的寝石 公园里2000多个拱门 见证了这所有的演变 这座公园位于美国中西部的犹他州 主要用完方式为徒步 观赏那一步一拱门的自然器官 随手拍上几张照片 就能成为独具一格的电脑桌面 如果说上面的拱门国家公园 是对人类历史的见证 那么接下来这座 梅塞维德国家公园 则是对美国历史的见证 这座国家公园 其实名气并不大 但却是美国一座专门 为了保护人造建筑而设立的国家公园 是什么人造建筑 有如此大的文物价值 那就是美国这片土地 最原始的主人印第安人的生活遗迹 整个园区内有大大小小的四千处遗址 完整地保留了印第安人当年的悬崖住所 陡峭崎岖的山路 很好地重现了当年他们的生活场面 这是我们榜单中唯一一座 没有绚丽风景线的国家公园 但却是一场浓墨重彩的历史之旅 整个保护区位于美国科罗拉州的西南部 禁园之后就是行车加图路到各处遗迹的观赏点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官场点需要攀爬悬梯 登顶悬崖 有的还需要钻隧道 这倒是给整个官场过程中增加了些许的趣味性 美国可能才拥有短短两三百年的历史 可是在这个国家公园里的历史建筑 大多出自11 12世纪 所以来到这里 大家可以清晰地还原这片土地的浅世今生 第三座国家公园 我们又来到了峡谷风光 位于犹他州的布莱斯大峡谷 如果说上期我们讲到的托罗拉多大峡谷 是遗落千丈的壮观的话 那布莱斯大峡谷却多了一些层次与神秘感 在这里 并不像是那种一刀切式的断崖深坑 而是一道道石柱 临刺至笔 错落有致的排列 虽然说这个国家公园的面积不算大 但却是观赏日出日落最佳的地点 也是由于这些沉寂了上一年的岩石 富含各种矿物质 从而浴光焕发出层次丰富的渐变色 这里还有一条著名的徒步线路 号称最美三英里的 Queen's Garden and Navajo Loop Trail 在这条线路上一步一景 让你近距离地置身于这些 蜿蜒起伏的石林之中 去探寻那些埋藏在 这些丛林观世下几亿年的秘密 下面一座国家公园 我们来到了美国的正中部阿肯色州 在这里有一座非常不同寻常的国家公园 安静的等待大家 温泉国家公园 之所以说不同寻常 是因为这是美国唯一一所建造在城市之中的国家公园 同时也是现存的全美最小的国家公园 并且还有一个传说 它才是美国第一座国家公园 比黄石国家公园还要早上那么五六十年 怎么样 光凭这些头衔是不是都值得已去呢 除了这些之外 来到这座国家公园的玩法也不同寻常 没有了徒步 没有了攀登 来到这里只剩下了休闲与享受 白天看看温泉小镇的风光 傍晚下水泡泡温泉 这里曾一度被称为美国矿泉浴场 就是因为水中富含矿物质 泡完之后 输金活路 非常愜意 下面是我们这期节目的最后一站 来到了位于中东部的俄亥俄州 在这里著名的五大湖区域 有着唯一一座国家公园 库亚河加谷国家公园 库亚河加是印第安语 翻译为蜿蜒的河流 那么这座国家公园 自然就与水密度可分了 这座国家公园非常的年轻 2010年才成立 所以名气可能并不如前面的基础那么大 但是由于非常舒适的自然环境 以及公园内修建的基础 滑雪场 还是深受当地人欢迎的 所以大家可能不必专门跑到这个国家公园游玩 但是如果住在附近 或者想一览五大湖的风光 完全可以把这里当作其中一个景点 园区内还贯穿了一条专门观光的铁路 所以观光列车 是园中相当有趣味的一个活动项目 同时 小火车可以不限次数的上下 所以也成为游览园区的最佳通勤方式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 我们的国家公园系列 已经做完了三期 分别盘点了东部 西部和中部 最值得一去的国家公园 但是看了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一定发现 我们好像没有把黄石公园列入其中呀 难道它不香吗 当然不是 而是小编把它放在了最后一期的压轴项目里 最后一期 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条绝对经典的国家公园线路 那就是分布在洛基山脉周围的六座国家公园 从加拿大一路开到美国 座座都是经典 绝对不需此行 大家期待吗 期待的话 赶快订阅关注我们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了 爱生活 让你爱上美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见